大家好,我是Stan 随着四面怕的人气越来越高 MNET节目的特征争议也是变得越来越多 而在昨天,舞团Prime Kings的淘汰 再加上普瓦的埃及天文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非常大的争议 在9月20号播放的四面怕 舞团Pank2 Brothers与Prime Kings进行了淘汰对决 也就是说,在这里输的舞团就会淘汰 结果在连续5次的对决后 被称为是一位候补的Prime Kings最终淘汰了 平身普瓦有真心的安慰他们 但是在节目结束后 普瓦却收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指责 而大部分的指责都是 真的有资格评价舞者们吗? 如果只是为了节目效果的话 可以用一位爱豆另外两个人请专门舞者也可以不是吗? 对,都是举及普瓦没有资格做评审等的恶评 而在当天晚上,普瓦在IG截图上传了一个标题为 为什么普瓦要被骂,资格争议到人身攻击 过火的恶评,MNET到底在做什么? 的新闻后留言 对决的舞团又不是评审决定 如果Pank2 Brothers淘汰的话 会好一点吗? 想到每次都要这样 真的有点累了 但是这个留言让正义变得更大了 大众们愤怒的理由不是因为Prime Kings的淘汰 而是一直以来一点都不客观的评审 在两边一点都没有逐渐 只是看颜色的抢舞妞 然后一直叫舞者们 把舞者们当成是自己之下的傲慢态度 一直累积后在第五集的时候爆发的 都这样了,普瓦的反应却是 如果Pank2 Brothers淘汰的话 怎么怎么样 说出模糊焦点的话 根本就是在火上加油 普瓦被骂有很多理由存在 说实话评审部分是因为个人取向 所以不想说什么 但是大部分观众们指责的是他的评审态度 真的很像是对舞蹈圈最基本的知识 都没有的人在做评审一样 过分的恶评是错误的 但是普瓦的错误是 直到最后都不会承认自己的错 只要观众们指责的话 就全部当诚实酸言 请你看看你做出的结果吧 不要只忙着排除所有意见 当然这些算是很有理智的留言 还有更多真的非常下流的人生攻击性留言 不过其中也有这样的留言 就这样看吧 评审也可怜 舞者们也很可怜 只要不是造假的话 就这样看看不行吗 选秀纪念节目的老毛病 只要节目一结束 就会在论坛吵起来 而因为酸言恶评真的很糟糕 不太会宣布提告的SNN娱乐 宣布提告了 绝对不要原谅强力的记性 普瓦加油 普瓦加油 让酸民们负责 随意使用手指头的罪吧 比起舞者们 普瓦的舞蹈经历应该更久吧 普瓦出道后 这样提告应该是第一次 真的很心疼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争议的 Astro Mumbin视讯前收会 你好 虽然有点突然 我喜欢 Mumbin已经有三年多了 但是因为没有见面的机会 所以对别人心动了 对谁 对谁 Monstax Hiong Monstax我也很喜欢 你跟Hiong关系亲近吗 当然当然 我怎么办呢 我又喜欢 Mumbin 又喜欢Hiong 可以两个人都喜欢呢 为什么要对 Mumbin这样 真的好坏 Mumbin回答的真的很好 但真搞不懂这个心理 为什么要在面前说这样的话呢 这算什么粉丝 实吧 真想骂人 还要应付这种人 真的辛苦你了 Mumbin 很多日本粉丝都会这样 想要有恋爱的感觉 他们是希望 他们这样说了之后 一人回答 啊 为什么 要只喜欢我一个人 这种嫉妒的回复 自己花钱后被选中的视讯签收会 竟然说我还喜欢别人 真的很好笑 Mumbin 加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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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